是的 好的 来到这场比赛 TKF对战ZTR TKF在蓝色方 搬掉了西威尔 以及沙皇 ZTR在紫色方 率先搬掉了瑞兹 那沙皇也是 我觉得这个沙皇 可能是他们自己不享用 因为沙皇很少在蓝色方搬 沙皇被抢的几率比较高 对 ZTR是搬掉吸血鬼 紫色方必搬两个吸血鬼 瑞兹 你一个都不能放 瑞兹他6.1 有被削Q技能的一个伤害 还有一个CD 大招的CD 那为什么还是强 还是强 装备适应度 你发现没有时光改版之后 瑞兹更加合适 不停的耗篮 不停的回血 对 就是为他量身定做的感觉 这个装备 是的 然后把劲给搬了 最后一手 TKF是搬掉了妖姬 很针对二哥 不给二哥用 是的 供这个选手的话 其实他在维克多方面的掌控 也很到位 那看这一场 TKF第一手会拿出什么样的英雄 拿到雷克赛 第一手拿到雷克赛 这个挺神奇的 因为进 这个班旋里面没有出现 这个还有千诀在吗 还有千诀在 对啊 那看来他对于自己前期节奏的把控 比较在意 你雷克赛前期他的节奏是非常稳的 就说你想 队友想支援 我就过来支援 但是说实话 在野区雷克赛碰到千诀这种 或者男枪这种英雄 是没有什么单挑能力的 对 所以就看这个选手 有没有一点小 小脏招啊 比如说他的打野路线 小浪招 对 有没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地方 就之前LPL那个 昨天查他的一个刷野的路线 就是说先把自己也去刷光 之后再回来 再去到上路去刷 还是要先抢轮子 老刚刚看他亮了一下千诀啊 亮了一下一斤 都没有必要先去抢 对面已经把这个打野位给选了 可以稳稳地放在后面选 对 还是拿到扇子骂 扇子骂也是绿毛最近用的比较多的一个辅助 而上单的话 这个真的很稳啊 扇子骂冒凯 Sky1选择了这个树精 那这一场就ZTR完全是要靠他的双C来打了 就没有说上单考虑一下最后counter位 比如或者说拿巨魔刀魅杖先手选 而是直接选出大树 应该要打一套体系了 体系了 偏团战了 是 看下TKF 还在犹豫看到对方的扇子骂之后 下路一定要选择一个不会被压制的阵容 看到大树那 那哪路 西安这边的话 需要选择老鼠配合扇子骂吗 对 打团的话 老鼠加上扇子骂 在团战的时候很难被切啊 西威尔被搬了 对 我在想 还是要圈决 圈决 非常合适的一个选择 而TKF在看到ZTR拿到大树之后 他们是选择了一个巨魔 那巨魔counter大树是毫无疑问的 甚至说在等级高了 装备起来了之后 大树很难在兑现的时候 去限制到巨魔 甚至说巨魔它在1位2能力上也很强 所以这一场有可能TKF 它会利用巨魔的分带 让ZTR很头疼 ZTR它这个阵容更偏向于 就是中路打团 然后去偷人 那如果它边线一直有压力的话 可能它没有那么好的机会 但也看 因为其实巨魔在前期很容易被抓 而千决这场打出来 它的干客 绝对会放在 这边的TKF的上路上 选择用 布隆 跟卢湘这个一个 算比较早的 就有的一个配合 因为下路老鼠 就是手短嘛 对 所以必须拿一个强势的 压制一下老鼠 双方的一个被动的配合 应该可以对老鼠 最后还是要选 巴德吗 巴德限制老鼠的效果 其实它的大招 给老鼠的威胁是非常大的 甚至说 因为对方是一个千决 所以如果这边 还有一个巴德的话 那很容易在团战的时候 有出其不一的效果 就是你无敌接触之后 我再给自己 或者给对方 一个大招的效果 让你剩下的两个人死掉 因为大家就知道 就是千决开启大招之后 基本都是往千决的圈里冲 这样很多残血会出现 那这样巴德先把对方 剩余的两个人控制住 控制住 对 没有这样的机会 让剩下两个C位 被击杀掉 看一下GTA最后 选择什么样的位置 去打这样中单的利桑卓 TKF的中单是利桑卓 对 他这样整体的伤害偏低啊 我觉得有点 全靠依赖着这个 卢西安去打输出了 对 他这个伤害偏低了 反而ZTKF爆炸输出 打野输出 然后中单输出 老鼠不用说了 AOE爆炸 全都是AOE 就千决做了一个飓风之后 他这整体AOE 比TKF高了不止一个层次 当然确实 利桑卓很康的老鼠 还有巴德都很康的 但是考虑到 就是说你前期 如果不能把老鼠 这一路 抓崩的话 其实你在中后期的 拖进去 拖后期的时候 你很难 你当后期很难牵制住 老鼠这种英雄 对 你很难打团 你可能说线上 选择一个 Counter老鼠的这个巴德 但是你来到中后期的时间 老鼠 他打团 只要在后面开大 打出AOE的伤害 他的使命就已经完成了 对 那看一下 TKF这一场 能不能把下路的优势发挥出来 下路 他上路也是 也是选了一个有优势的英雄 看一下线上吧 对线上会有怎样一个情况 对 就是说对线的话 第一就是说上单 还有一个下路 他这两路都是优势 打野的话 可能跟欠杰就对刷 那甚至说 他的干客节奏 应该会比欠杰快一些 如果在前期 雷克赛能够 把他的打野节奏 给拓宽出来 让自己本身 就线上有一定优势的路 但我觉得 但我觉得这个ZTR 不会让这个 TKF这边的 这个雷克赛 这么好刷的 这个剧本已经给他写出来了 你选千诀 你就看到对面雷克赛 你绝对会入侵的 就不用想了 想都不用想 而且改版之后 千诀的 他那个应急是必然 就是说你 对方知道你会刷在哪 然后多少层多少层 会固定刷在哪个野怪上 所以这时候千诀 要去的地方 也许就是 他要去跟对方 打架的地方 对 好的 让我们来一起期待一下 双方已经准备就绪了 约了一下头发 增长战斗力 绿头发可以增长战斗力 对我以前就是 好气啊 这场会好好发挥 然后绿下头发 非常的 好的 那么我们期待 ZTR对战TKF的比赛 好的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场比赛 这边的话 蓝色方是TKF 紫色方是GTR 好气场 最终还是 我觉得巴德确实是要在线上带隐然 所以他最终虚弱的话 还是换成了隐然 可能考虑到就是说你击杀的话 一定要保证击杀 对 才能扩大优势 毕竟选了巴德 就是有一个英雄上的优势了 你再不带点燃的话 你一定要扩大自己的线上优势 是 但我个人觉得巴德这个英雄 身板有点太脆了 对 在团战的时候 他只能起到先手效果 但是他后手就是说 他不可能突进你后 就是不可能去抓你的一个C位 说强行上去打控制 所以你必须有一个很好的先手 然后达到你能 一个Q中 用轩晕两个人的效果的时候 才有用 对 技能的命中率 非常的考验的是 属于这样的一个英雄 只能打先手 而在 其实天赋方面的话 双方的辅助都是带了雷霆 这场绿毛是真的凶 他是没有带一个 就是另一个 护盾的那个 对 护盾的天赋 而是直接带了雷霆 我看很多卡尔玛 有大多数还是都喜欢带雷霆的 可能还是要扩大 就是说 第一就是扩大自己现场优势 第二就是他打着打着 他可能 因为绿毛的风格 在之前他拿卡尔玛的时候 他会直接出AP的法装 就法强装 这是要换线呢 换线过来 对 那ZT应该是想换线 规避一下对方的一个强势 所以他来到野区的话 入侵也是 恰恰就 抓到了对方的打野 哦 抢到一个小怪 但还好 另一个小怪 还是贝雷霆在拿到了 那这样的话 TKF的打野没有亏很多 而Saw也是过来入侵 但这一波小西是没有惩戒的 很危险 一个Q 差一下点伤害 而小西已经两级了 小西这波比较安全的 就是他是先开的蛤蟆 对 他开蛤蟆之后 再开三了 那这样他的打野的节奏 或者说他的 打野的经验领先 应该会比对方的赛高一点 因为他是没有刷蓝buff的 很有可能等会儿 会靠着自己的双人路 在上路的原因 来到对方的蓝buff去入侵 因为刚才绿毛 进入对方野区的时候 是知道对方蓝buff没打的 看你这个节奏 也是 感觉 对方的这个蓝buff 有点要不保啊 有可能要换buff TKF应该有意识的 看下会不会上去 如果雷三不去刷的话 这个buff 应该会去的吧 他这个三郎刷完 他不可能会成的 那这样应该是一个 buff的互换 两边的思路都差不多 互换buff之后 也是应该对 这个一塔进行一个推进 是的 小西他这样的一个节奏化 或者说他的一个角色 导致他的第一个 应激野怪 是被雷克赛掌握在手了 这个比较可惜啊 其实 可能你第一波 不去刷蓝buff的话 是确实能规避 对方的一个 辅助的骚扰 但是 像第一个应激 丢掉之后 其实对于自己的 整体伤害 会降了很多啊 千绝本来前期 就相对来说是 就削弱了之后 是有点伤害不够 必须要等到自己的血 血刃做出来之后 他的伤害会比较可观 好 上路的话 是推的还不错 也是 而且最后一下是让上单来吃了 都是让 两边都是选择让上单吃的 好 这波冰险还不错 就是会往 ZTR这边推 但Bud的一个传送门 是非常快速的赶到了上路 大叔应该要赶紧跑了 这波险可能也就吃两个 冰险是进来了 还好 而Y4 他这个老鼠回正之后 是做出了一个萃取 萃取 现在 大多数ADC在比赛里 还是选择萃取这样的装备 对 换线之后 他的发育节奏会很缓慢 所以出萃取的话 能够在萃取 100层结束之后 他正好能出一大剑 对 他钱就正好够 都是在换野区 这双方的野区 互换了非常的久 双方的节奏还是比较像的 是 但可能是这边ZTR 对下塔的这个 E塔的消耗能力 更强一点 更快一点 对 但是对面的话是 四人包夹了这个E塔 打野 甚至说 没有 他是很早的来帮助推塔 对 他没有去刷野了 他一把野区刷光之后 他直接过来帮助推塔 但这样他们的推塔节奏 会比对方快很多 因为对方是两个人 双人路去推 而这边四个人在推 四人对 各种技能重制普攻的推 你看 一个雷克赛的Q技能 重制普攻 然后 还有巨魔的Q技能 重制普攻 还是选择把最后的 下个让给了 下路的话 这个速度有点慢了 这很有可能要二塔 没了 继续推 四人 这个二塔 绝对是要让TKF推掉了 那ZDR这不亏了 整整一个塔的经济 还要再等直播 后面这个冰鲜 这个冰鲜没了 不能还好 没有被推掉 在塔下 直接TP过来 开打 对的 直接闪现顶 立仓中一个E技能过来 捆住 绿毛一套爆炸伤害 五个人的伤害 全部打在一个人身上 这一波防御塔的选择上 这一波防御塔的选择上 他已经来不及就回啊 所以他还没有吃线就已经过来了 所以他本身亏兵了 那这一波的话 卢虾又拿到了一波人头 还有一个助攻 那这样TKF他前期节奏会放得很快啊 他优势路已经体现出来了 巨模直接来到十字岗 从前期换线上面 本来两边都是推塔的 速度是一样的 但是这边TKF是选择上单和打野 都去帮助上路这个推线 是的 而反而ZTR这边的话 他的协调能力没有TKF那么强 就是说他在打野以及上单去推塔方面的话 他慢了很久 他慢了很多 SKAY他刚才贪兵了 刚才内部其实 看到对方来的时候 他应该就回程过来 帮队友一起去推了 那这样节奏会 就不比对方慢 就是说对方跟你换塔的话 我也跟你换也不亏 是 好 卢西安和巴德在对方野区 搞事应该是要强行去抓到对方的对线 迎来上额 好 成功抓到对线 但是巴德这个位置很危险 有传送门应该是走掉的 还要跟这两边 就是跟进来了 但是卢西安在啊 不过还好 就是利桑卓的支援能力 没有二哥强 二哥直接反手一套 一二 配个老鼠的爆炸输出 是连住两人 拿到人头 漂亮 这一波中单的支援非常重要 对 这一波 包括上路包夹过来也很快 上路 这一波还是怎么讲 就是巴德的完美控制 让了没有 有点上头了 他觉得控制得很不错 如果不去接的话 我也没太可惜了 但他就没有考虑到是中单的支援能力 是的 看到猫凯出了个红水晶 然后布甲还有一个杀人戒 他的抗压装 就是常规来讲的话 双斗篮会有效一点 但是现在他已经感觉 吃不消对方的伤害了 就你推线的时候 对方直接过来跟你啃 跟你耗血 所以就不去做一个 这个杀人戒是想混吗 对 就想混 就是因为黑暗封印 第一就是说 黑暗封印他可以提高自己的 药水的治疗效果 所以他就可以在线上 很轻松的混到他的发育 但其实还好 刚一这边有一个等级上的优势 一级上的优势 对 确实他的探兵还有效果 啊 这时候 XI过来 W之后再闪现逃脱漂亮 今天非常老道 走不掉 但是李桑佐赶过来了 那这个还是走不掉 反而只不过兵线 巨模看会不会空 因为巨模还没有做提亚马特 只不过有炮车线 那炮车线的话 可是为王巨模这边推的 那竖金血亏啊 本来是还不错的 等级的领先 然后回城出装 很破坏 但是现在 刚刚茂凯兵线推的 有点太深入了 可以看到下半部分野区 他们这边的这个 虽然做了视野啊 但是几个关键位置 还是看不到的 是的 特别容易被报价 而巴德他做了一个武术鞋 而他是有引人的 但是刚才好像 他没有配合卢签去吃线啊 他是配合队友去游走了一步 然后没有成功 反而是让对方 就遭到了对方的一波击杀 所以他现在等级 已经落后了一击 而他这个时候 你可以看到 ADC已经不去吃线了 ADC想配合队友 去进行一波击杀 所以这个时候 巴德依然等级落后 所以就看巴德吃自己的被动种子的能力如何 因为很多种子的话 他需要他自己去主动去剪 如果运气好一点 剪的同时顺便去干个的话 那他的等级是不会落后的 辅助最尴尬的就是 你兵线没吃到 反而 看一下 好 这个波逃生掉了 最尴尬的就是 你兵线没有吃到之后 反而自己的ADC开始游走起来了 你就是很尴尬的时候 就天赋改版之前 辅助点一个就是游走 然后就等级落后的话 会有一个额外的经验的获得 他现在是没有了 所以的话 现在辅助一旦游走 他必须获得收益 获得不了收益 他等级就会落后 所以说这个版本 他辅助在30分钟的时候 可能运气好一点 12级有2级大招 运气差一点 10级 10级半11级 因为他有时候 队友需要职业 有时候不需要 不过还好 就是测试符 马上6点14应该要改版 就是在你拆眼的时候 绿眼15点经验值 然后真眼25点经验值 还有20点 这个数据不一定 但是确实有这样的改动 我觉得对辅助来说 非常的开心 辅助要补经验 真的是挺惨的一件事情 说真的 我就是 我玩辅助的话 我就是那种放ADC 就放在下楼 放养了 对 然后自己去干客 然后这边抓到一个 又是Soul 反正我捆住两人 队友已经TP了 快立刻赛直接闪现 顶起两人留住 先去放个大招 想救下 但很难 是的 瞬间五个人 直接先秒掉绿毛 那绿毛走不掉 知道SKY一个W冰使成功走掉 但是立场直接闪现 过来大招捆住 SKY走不掉了 独现拿到双杀 一个Q能打得伤害很不错 巨模下一波柱子 还有多少秒 应该很久 所以的话 是没有进行 下一波的控制 但是冰线赶到的非常及时 所以上路的二塔 很有可能要进行一波推进 但是没有看到 对方中单的人 所以是 而且野区视野 缺乏非常多 所以的话 TKF是选择的撤退 而且TKF把他们的 双TP的这样一个阵容 表现得淋漓尽致 特别是两波 全部也是靠 立桑卓这个TP 让这边达到 第一时间的支援 对 正如我们开局所说 就是他们不能跟VTR拖 他们前期必须 去靠着巴德雷克赛 搞事情 对 很显然他这一波的话 是直接让卢仙 起飞了 卢仙来到了三个人头 三 而且他的是有幽梦 然后又两把长剑 而这个版本 就很适合卢仙前期的节奏 他出的是黑切加幽梦 非常便宜的装备 而且非常有效 7级卢仙来到下路 但小七在这边偷风龙 应该是能从推掉吗 没拦了 而且Soul赶过来 一个Q 黏住 打一套被动 打出了一个 还好就说对方队友 就是说小七队友还在 所以小七就很走掉了 但TKF要接盘了 TKF他这个时候 他知道YS他需要发育一段时间 YS这时候只有一个小弯刀 他没有破败 甚至说 YS他不是做飓风的 他先做破败的 破败 对 如果飓风加幽梦的话 也许这个时候ZTR就有一战之力了 但因为YS他做的是一个破败 然后转飓风 所以他这个时候 其实战斗力异常的弱 而且是对 他要对付的是 对面这个幽梦加 黑 马上要出黑一切的一个卢仙 是 所以TKF加快节奏之后 在下路一直压制 而中路立桑卓 是没有TP的 所以应该不会压制太深 就是之前 刚才在野区的那波抓 就是说钻传送门在ZTR 他中路支援抓到巴德的那一波 也就证明了 就是二哥这个维克多 他在兑现的时候 是毫无压力 他一直把兵线推进去 所以他也能有一定程度上 可以限制到立桑卓的发育 但没想到 就是立桑卓还是经过 自己的一个支援 把自己的经济 还是拉回来一点 虽然落后补刀 但是他靠着一个人头三个助攻 装备也没落后 蓝buff 有蓝buff 在兑现的时候 也能吃着敲了 因为维克多 他的推陷能力 实在太强了 YS是有破败了 有破败就可以偷人了 甚至说在打团的时候 也有一定输出了 看ZTR会不会进行一波进攻 因为他整体的经济 是没有落后的 看到上单冒凯出到了 一个热眼斗篷 对 可能死的方面的话 还是死在了 就是说树精身上 但是ZTR是用了足够的精力 去拖延促精的发育 所以树精的中落 买服了很久 一套大招 黏住两个人 二边队友已经赶过来了 ZTR这边是 没有后续的输出跟上 比较可惜 如果他有后续的控制 能够打出来的话 就这两个随位都要死 如果刚刚那波队友 在河道区域 能包后绕后的话 基本上这个卢西安 是走不掉的 是 或者能逼一个闪现 结果还是交流上 没有太过于顺畅 可能YS如果能忍 一段时间的话 就忍多忍几秒 感觉已经忍挺久了 忍挺久 但是如果能再忍一点 等队友赶到的时候 因为绿毛这个扇子妈 他是有一个群体加速的 对 利用是群体加速带队友过来 一个开团 这两个是一位全焦闪现 估计都要死一个 何况刚才利商人 是没有闪现 打一方面的话 小西的天爵 已经是做出了他的血刃 这个是也想是 按照老套路给巨魔拿一个 这个峡谷先锋的一个buff 可以缓解一下 这样一个现在的 你说巨魔现在 必须把兵线推进去 对 因为现在他们推不进 就是倾线能力都很强 如果他推进去 被抓到的话 利用狭舞先锋 百分之五的减伤 也能稍微的 有一定可能性逃脱 逃不掉 也可能是他自己意识的问题 毕竟还是要做视野 才能去推线 光靠狭舞先锋 减伤其实是不够的 好 以后说他还是九龙蛇 看 TKF能不能抓到对线吧 我觉得 如果他能抓到 巨魔跟树心对线就不错了 而M要是 有个异技能 是没有被抓到 成功走掉 其实ZT啊 你可以看到 已经开始主动了 他已经开始 靠着自己的打野和辅助 去开始 入侵对方的野区 去做视野了 现在的话 下路三合 巴德两个人 把兵线推得比较靠前 因为这个位置 还是比较安全的 因为发现 基本上他们都在 上半部分野区围绕 特别是辅助的卡尔玛 在帮助这个牵绝 对对方的野区进行入侵 位置还暴露得比较明显的 是的 我觉得ZTKF可能太过于着急了 所以他每一步到现象 都是把兵线推进去 反而让ZTR这边上单的话 渐渐的有了一个发育的机会 因为渐渐的有一个 控线发育的机会 甚至说还要控线在那儿发育 这一波的话 倒是SK他没有控线 直接把兵线推了过去 原来TKF之前的两波 开团都是凭借着 这个中上的一个TP 现在两边TP又好了 好了 看一下有没有这样的机会吧 但是现在视野的步控不是很明显 ZTKF这个一技能 交的失误非常大 交这个闪现在还是被顶住 卢线伤害非常的高 伤害人头应该是又给辅助A掉了 应该是辅助的引燃烧死了 不过其实已经无伤大雅了 因为其实卢线已经拿到三个人头了 主要是舒金 他刚才的一技能 大可以离很远的地方去交 而不是说你都贴近草丛了在交 这个失误非常的大 这样你交闪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下路又是一波包抄哦 这应该是闪现定下 而且一个绕后眼是 巨魔和离堂的同时赶到 绿毛又是被两人击杀掉了 所以说TKF三波狼 完全把他们那个双TP的阵容打出来了 这样一个体系打出来了 好下路 YS靠着一个破败还有大招 反而自己是被抓到了 但千诀有一个大招 塔下的话也不虚 全是残血 巨魔的话 这一口大招吸回了自己的血量 但是被舒金捆住抓到一套 而且雷克赛 刚好一个Q 直接收掉了人头 在塔下再击飞掉一个千诀 应该是没有击下路千诀 千诀血量还算比较安全 那塔下一波是一换一 而二哥这波是没有支援过来的 比较可惜 如果二哥这波支援过来 很有可能是打出一波反盘 还要追 那大树是没有闪现的 仅靠二哥一个够吗 不够 一个大招伤害 并不能打到残血 打到两个健康的状态身上 但其实已经可以看到ZPR 在有千诀老鼠这个体系的时候 他们的反打能力有多强 但关键是TKF刚刚那一波月塔 之后被树金捆到 这是没有任何办法的 没错 其实如果稳一点的话 刚刚杀掉之后可以撤离一下 是的 因为对方已经 就是说 对方千诀已经是没有大招了 然后我大可以 就是说在你野区 拉扯一下 或者说找机会 或者说直接拿这个小龙嘛 对 拿小龙或者包装都可以 确实瘫了一点 而且你看前期TKF 他们的下路这么优势 但扩大的并不多 反而ZTR你在不停的周旋中 19分钟 快20分钟整的时候 你看到他们的双C 他们的发育一直没有落后 又抓到一个落单的巴德 小西 小西他印记给巴德 给了这么久 终于拿到他的印记了 那这样TKF还是 不能失误呀 他这样辅助在野区 被葬送了一波人头 还是让千诀拿到 千诀发育很好 其实91个打野刀 一个人头三个助攻 已经有了飓风了 而对方AD的话 老鼠也是即将飓风 是的 虽然说卢西安 这边已经是幽梦 加上黑切了 但是两拨团打出来 发现 其实打起团战的时候 老鼠开击大招 对他的这个威胁还是很大的 对 TKF就越往后 去打越不值钱 就ZTR这个阵容 就越往后去打越有给力 哎 这边 小西一绕后 逼出了SOL的传送门 他们一个反手 一个大招 但是绿毛的一个Q 还有引蓝的伤害很高 直接拿到了辅助的人头 而且这一波包抄 能不能是被 颅仙走掉了 两波了 这边 一个探路寻宝的小巴德 被抓两波了 这就是巴斯德的一个弱点 一般战队的话 就可能用他作为一个 甚至说是团队 团战的发起者 对 但他绝对不会 做来一个单人 去做视野的一个 前面开始之前 我就有一种预感 就是巴德这个英雄 的确是很脆啊 特别容易 做视野的时候 被抓 对 你看 刚才上半区 完全没有 TKF的视野 所以他想去做视野的过程中 就已经是 把自己的一个神区 放到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 ZTR现在把视野 全部入侵到了 对边上半部分的野区当中 也是知道你们这边 TKF喜欢双TP 是不是 那我把你们所有这个 可能包后 包夹的眼 做好 是的 刚才下路 其实是 就是绿毛的一波失误 就他们在 知道对方会打团的 就是说会 绕后的那一波的时候 他没有在下路的草丛 做一个扫描 就直接过去了 所以那一波 他们吃足了 这波枯萎之后 你看到这个真眼 你每一波 就进攻 或者推过去的 他都会在草丛 扫描一波 然后再放个真眼 是的 那这样TKF 优势像之前比赛中 就前期打得还不错 但是后期突然 梦游起来了 哇 TKF他节奏突然中断了 就是像前面 前期他们是有一定优势 之后发现 他们没办法 扩大自己的一个优势 就推进 推进 推不进去 然后野区 无法入侵 反倒是渐渐地变成 卡尔玛和这个 前角入侵 到对面野区去了 是的 一般来讲 就是前期优势的 队伍的话 他的打野的一个 刷野都比较 比对面多 但反倒是 对 千决的刷野率比他高 是的 千决竟然一点发育 都没有落后 何况这一场还是领先的 中路二哥的话 也是往冰杖做完 最近很多中断都会这样做 就是说二级的进化装之后 然后再去出自己的一个装备 而不是满足的进化 以前可能会比较不错 就是Q 就是点了 就是三级满级进化 被动装备之后 做CD斜 那现在的话 更多的就是说 二级进化之后就足够了 然后来到冰杖 以及一个 这个应该是要 巫妖之祸了 这巫妖之祸 打前排能力特别强 何况是巨魔这种 很容易被风筝的英雄 更何况他 有冰杖之后 可以无限的风筝 对 黏着你打 你还打不到我 主要是他打不到人 这样上单只能单单了 其实从PKF 从前十分钟到现在 这十分钟的farm时间 可以看得出 他们能找机会 但是他们找不到 一个突破口 对 就是他有前期会 靠着自己的个人能力 或者说配合 打出一定的优势 但是很多场比赛中 他都没有去 把对方的发育 给压制住 这样导致对方 总是能够在 消失烈士的时候 然后稳住局势 然后反打 而且对于GTA 这样的阵容来说 你拖 你跟他拖 你就等于送给他 一个发育的机会 没错 打野千诀的话 应该需要往黑七方向走 太优势了 这个千诀 虽然他没有拿到人头 但是他有四个助攻 还好的就是千诀 这个印记 不是那么好拿的 如果他的印记 跌得很高的话 等会儿也可以看一下 就是千诀印记 多少层了 如果印记 这时候有那么五六层的话 那就很可怕了 应该没有 应该三四层差不多了 好老鼠已经有了飓风 那打团的话 ZDA也不需 直接开启一波进攻 来到大龙处要逼团 先做一下视野 视野全部排光 但看到就是刚才那个墙 就蓝buff墙边的那个视野 那个细节的绿眼 是成功地保护到了野区 就这个视野的话 一般的真眼 放在草丛的真眼 或者是放在大龙边 门口的那个真眼 都是探测不到墙边的那个绿眼 所以这个绿眼 其实很多的辅助都会 做多了 都会自己去主动去排一下 老鼠看静影声 看一下有没有机会 但是这边TKF非常的稳健 然后继续让这个 聚魔和冒凯在边路带线 这波盯住了一个 二哥 二哥手里有闪现和进化 能不能走掉 先交出闪现走掉了 而老鼠在侧面输出 已经打了很多了 Y4的话直接被抓到 二哥牵着 给了一大招 救到了老鼠 牵着这个大招给的不错 两C位跟脱节了呀 不过还好的就是大树 配合二哥 使成功切死了对方的后排 漂亮 二哥在反手 配合队友继续打 上了立藏着之后 其实这边 卢仙刚才也是跟中单脱节了 脱节了对 两边的阵容拉扯之后 拉扯的太远 二哥手里下了一个Q 伤害不错 那这样靠着冰杖 粘住藏壕 再一个Q A一下 一技能一块也好了 一套一技能是拿到了 下到那这波团战 是打出了一波三换四 如果刚才Y4没有跟 就是二哥脱节的话 可能会更加好的 但因为刚才 二哥刚才直接绕后 但独仙是直接选择 去跟对方的后排 去互换的 而且是成功了的 只能说这波团战的 位置拉扯的太开 把整个战场拉扯的 距离太大 导致队友跟队友之间的 脱节非常明显 对 这一波很明显 就是看出来 就是双方中单的输出的区别 一个是瞬间爆发 但瞬间爆发被千决挡住了 所以他被拖延了很久 而立桑 就立桑主打完一套爆发之后 其他后续的QA QW这些伤害都很低 低对 而二哥 这个维克多的伤害就不一样 维克多他的二段E 还有他的QA的伤害 持续伤害都很足 而且CD就相对来说比较短 关键是你看他现在的装备 帽子冰杖 现在粘人的能力又强 伤害又高 是的 而且冰杖自身 也提供了一定的生命值 27分钟 已经来到ZTR 比较想要的一个时期了 中后期 也是说TKF给了ZTR这样一个 拖到这个时间的机会了 没错 渐渐的让二哥有了比较好的一个装备 280刀超越时间线的补刀 这已经不是每分钟十刀了 这一波非常果断地开始转十条大龙 TKF转十条大龙 也是知道这边视野 对 而且老鼠这时候刚刚从家里面赶出来 这个时间有点尴尬 很关键已经被发现了 TKF众人的状态都很好 但是要被爆抄了 应该是要直接打 巴特先大招拦一下 但是没有拦到二哥 二哥直接先秒掉了卢仙 大龙虽然是TKF拿到 但是二哥的输出实在太安逸了 又反手杀到打野 而正面战场的话 立桑中虽然打出一道控制 但是二哥完全没有人管 那么一整波团战 是打出一波零换四 而SOUL的话也是被抓到 老鼠进场之后 开始大招还有破败 是打出一波S 哇 ZTR的中单二哥 真的是太强了 那来到中弱二塔 推的速度也是非常的快 TKF刚刚那波的机会 找的还是不错的 只不过 虽然说少一个老鼠在场 他完全低估了这个 就是贡的伤害 对 贡的跟维克多真的是无尽 二哥的伤害啊 他一套秒掉 卢仙卢仙都没想过会被秒 因为刚才卢仙是满血 但卢仙的走位都没来得及 就直接被秒了 而下路千绝也是利用自己的攻速 是成功的把下路二塔也带掉了 29分钟 ZTR一波团战的胜利 也是成功的把经济 拉开到了6000多 这好像真的是跟你刚才所说的 这支队伍的整个感觉有点像 就是TKF属于 太难把控自己的局势的一个队伍了 对 而且我们之前就分析阵容 有说的就是说 他前期节奏很不错 他前期这个阵容很不错 阵容拿得也很好 大家很厉害 但有一点就是后期很难打 对 而且前期他的双TP作用也很大 然后打出了很 比较 算比较 前期比较大的优势了 他也拿了 这一波抓住了一个老鼠 抓到了二哥 一口就秒掉了 nice 但利桑仇的状态已经非常差 这已经没有惊身了 而Soul的话也是被大树抓到 YS直接钻动过来 先杀掉这边的辅助 因为藏牢的位置非常的远 藏牢想过来打输出 已经有点晚了 老鼠的走位已经非常的安全 而巨魔的话 进场时机非常的晚 那这样只能卖掉了一个赛 那巨魔能不能走掉 哇 山洞牢群体的加速非常的足 再次抓到巨魔 而竖竟一个W是捆住 配合YS 拿到人头 YS已经接近暴走 CKF这边把所有的技能 全部交给了韦克托 但是这一波 如果这一波 刚刚韦克托是有一个进化的话 基本上 更加不用说了 对 因为刚才他是有闪现 但没有交出来 刚刚没有闪现 在CD 哦 还在这边 刚刚滚好 只剩造一个 但因为这波中路已经被推掉 而下落兵线的话 是相对来说 CKF比较安全 所以ZTR这波 虽然拿到了一个经济 但是没有拿到战略性的资源 也许是CKF喘息的机会 因为他们一直是围绕 利桑卓来去进行单抓了 而确实ZTR 他们两个C位 只要有一个人脱节 就很难打 看一下 老鼠有了红buff 而且他辅助还做了一颗 饥克千缺 这个输出 瞬间的爆发伤害 非常的高啊 而供的话已经是来到了他的无妖之火了 千缺的话 他的春歌甲也是出在了手里 他这个回程 好有钱啊 他刚才只是一个黑漆的进食小剑 然后一把长剑 我记得他有个锁子甲吧 有锁子甲好像 对 然后他现在直接两个大剑全部合成出来了 全是小剑 然后最搞笑的是 这个冒凯终于混到了十层的那个戒指 你之前说他 后来真的混起来了 真的给他混起来了 这个层数 对上代来讲 收益很大 这个350块钱的东西 然后又能提高一个药水的效果 然后又能在不停的打团的过程中 增强自己的一个法强 老鼠来偷一套 两套 暴击在一个一技能 逼出卢西安的闪现之后 伤害差了一些 比较可惜 但也已经很赚了 卢西安没有闪现的话 在团战的时候很难去杀到对方的后排 好 这地下是让TKF稍微喘息了一下 那经济的话 依然是保持在一个期限 但主要还是看对方的一个Lexile Lexile能否配合利桑卓 突到对方的后排 或者说他们能不能抓到这样的机会 我觉得有点难 因为你看小西 他这个走位一直围绕自己两个C位来走 甚至说这两个C位就跟着他走 对 就怕对方来一个绕后的墙开 或者是一个没人的地方 只能说在前期 在这个绕后墙开上吃的亏太多了 现在必须谨慎其间 对 吃一剑长一只 对 好 红buff也是要conder掉 而且其实现在TKF他们从视野上的把控 视野已经做不到比较绕后的位置了 只能在自家的野区放几个视野 对 只要对 只要CTR对他们TKF的野区进行个掠夺 然后把视野全部做完 这个TP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了 好 TKF也是只能在家里归缩等待 ZTR来到高地来抓他们的事物的机会 但是老鼠又是一波隐身 这时候猫凯在家应该在等机会 对 猫凯的话想在家利用加元首位的加速效果 想TP过来 但是没有兵线 其实ZTR不着急嘛 毕竟他们小龙的话是可以不停地拿 好 这一条是水龙还挺不错的 对 这条龙拿到之后就是远古巨龙了 对 不着急 ZTR就TKF不出来打 必然会来争夺这条远古巨龙 我们今天好像到现在没看到火龙 有一条但是 有吗 没来得及拿就 好像就进第一场了应该是 就是打到现在打下来 在手里的没有一条是火龙 是的 今天好像双方都 火季本身就很大了 毕竟夏天都不需要火龙 对 今天场馆也比较热 是 不过也确实上 最近应该都是没雨季嘛 也不仅仅上海就是个体都下雨 是的 所以也希望大家就稍微注意一点保暖 有时候下雨突然就皱冷下来了 你这个天叫人家注意保暖 有点黑啊 没有 下雨的时候 我昨天就是因为 就突然下雨然后冻着了 感冒了 这一波的话应该是要避大龙的大龙还有20秒 就是先做一下视野 而且小字 看一下双方上下路的冰线上路冰线还不错 就这几波冰线的话 就基本上路有可能会被ZTR推进来 ZTR对 上路冰线对ZTR说很是 是不错的优势 对 很舒服 对 TKF这时候能不能出来是个问题 他敢不敢出来 立桑桌在中 立桑桌已经在准备了 看一下附近有没有什么 这边的话只有在上面的 左边的一个视野 走从这里对有一个视野 ZTR靠着千决打得太快了 太快了 直接打掉了 这个位置是立桑桌 和立桑赛发挥的机会 但是有着千决的保护 千决很难去突到对方的后排啊 两次位是不可充的输出 先秒掉了立桑 千决一个大招就阻挡了对方前排 二哥在这边跟第三种打 老鼠拿了双杀 老鼠在闪现 回来拿到巨魔 漂亮一波 打了一换四 这一波TKF虽然 是直接给了口治疗追击了 虽然说第一时间TP了过来 但是没有办法 千决这边的这个Rash的速度 实在是太快了 再加上后面老鼠的一个位置 输出非常好 没有人可以突到他的脸上去 对 刚才TKF他两个突进 他没有去突 两个C位 所以他们进场瞬间 就被对方两个C位打残了 那这样ZTR对方只剩一个辅助 应该是很轻松的 就能够推掉两个门牙 好的 恭喜ZTR 还是 好的 稍微有点惊险 但还是拿上本场的比赛